做得多好 一个这样的一个新闻呢 它从多层面的角度呢 给观众朋友们进行了讲解 非常感谢我们的韩奎女士 你真的是特别的收获 特别的大 谢谢大家啊 那么接着呢 我们来说一说我们的王全璋啊 王全璋呢 刚才就有观众呢 在职务会议室里问过 王全璋现在什么样的情况 怎么怎么怎么如何如何 那么我们现在呢 就介绍一下王全璋的情况 根据这个中央社的一个报道呢 是深受各界关注的 中国维权律师王全璋呢 预计明天呢就会出狱 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的 关注组等11家国际人权组织 3日呢发表联合声明呢 会议有关方面的保障 王全璋获释后的人身自由 2015年的7月9日呢 王全璋在官方对维权律师的 大规模的逮捕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709的事件当中呢 被捕 2019年呢 早已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呢 判刑四年六个月 大家看清楚啊 2015年到2019年才判 判四年 四年之后才判啊 那么判了多少呢 四年六个月 那么啥时候出狱呢 明天4月5日 也就是大概北京时间 在过几个小时之后呢 他就有权利呢 离开这个地方 综合美国之音 以及中国维权律师 关注组的官网的消息呢 十一家国际人权组织会议 有关方面呢 为确保王全璋出狱的待遇呢 合乎中国法律 及国际人权的标准 顺便说呢 强烈要求中国政府 踪中王全璋 及其家人的意愿 及权利呢 请王全璋呢 立即回北京 与妻儿团聚 踪中 并保护王全璋 及其家人的人身自由 尤其是迁徙的自由 就是要他们 可能会选择离开 确保王全璋 及其家人呢 不会被软禁 长期的监视 确保王全璋 及其家人 不再被骚扰 或者是逼害 确保王全璋的儿子 能充分行使 其平等的受教育权 为什么要有个儿子 受平等的教育权呢 因为他的父亲这样 他们牵连到他们家人呢 他们的孩子呢 学习呢 都是被当地所限制 或者是给予各式各样的一些限制 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 已经有所了解 大家在网络上查一下 王全璋呢 就会知道呢 他的妻子 李文卓与王全璋 王全璋被抓捕之后呢 他的家人的所有的境遇呢 大家都可以了解一下 这些情况 就会知道呢 中国政府是如何啊 用这样的方式来压制 和压迫他们的 王全璋自2007年起呢 在北京进行律师的职业啊 职业执照 或者职业执照 就开始在北京呢 开始代理的各式各样的宗教自由啊 土地维权啊 以及新闻自由等涉及人权的敏感性案件 并曾以笔名在网上发表实证的评论 以及撰写有关中国公民社会的报告 他从被捕到正式服刑前呢 王全璋呢 被秘密关押呢 三年多 期间呢 不容许会见家人和家人委托的律师 由于当局的施压呢 家人委托的律师呢 多次也被迫呢 哎 解聘 案件呢 宣判至今一年多呢 判决书呢 到现在还没有看到 王全璋的妻子李文卓 直到去年6月28日呢 才在山东林仪监狱呢 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丈夫 他当时以焦躁 恐惧苍老向另一个人 无法正常沟通呢 形容这位维权律师 李文卓曾30多次 扶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抗议 发起千里雄斧等行动 2017年呢 李文卓与另外几位709律师的妻子呢 将行动呢 带到了社交媒体 并上传 我可以无法 你不能无法 他们把自己的头发呢 剃掉啊 但是呢 我可以剃掉我的头发 但是你的国家呢 不可以没有法律 用这样的方式呢 进行抗议 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人权组织的联合声明说呢 王全璋呢 被捕之后的四年多的时间里呢 李文卓被迫多次搬家 儿子呢 也被迫了两次失学 而王全璋的获释后呢 极有可能被送返 或软禁在他的户口所在地的 山东济南 中国法律规定呢 获释人前往之地呢 要以当事人的经常居住地 为优先 那么经常居住地呢 被定义为居住一年或以上的地方 李文卓三日在推特发言说呢 警方和社区呢 当天下午呢 通知王全璋的姐姐和姐夫 不容许两人呢 赴林医监狱呢 接王全璋出狱 去了 也接不到人 李文卓的推文介绍说呢 预方说呢 王全璋从4月5日开始 到户籍地呢 要接受14天的隔离 赢 现在的这个事 还说呢14天之后呢 王全璋就会有了自由 可以离开济南 那么李文卓说呢 原本计划啊 由王全璋的姐姐 开车接她回北京 回家后呢 一定会在家呢 自行隔离14天 但现在的情况说明呢 王全璋呢 有可能呢 是中招 不让她呢 进北京 连看一眼都不行 明白着呢 是要啊 这个掩盖真相 李文卓今天的推文 函透露呢 九点十分啊 王全璋的啊 王全璋姐姐 王全秀呢 发来视频 很多公安便衣呢 躲在她的工作单位呢 控制她 不让去淋漪接全璋 全璋写信强调 4月4日要去给她 送双运动鞋 现在唯一能去 接全璋的人呢 被警察限制 全璋的出狱 没有鞋穿啊 这是一个 这个今天 刚刚得到的最新消息 那么也有一些人是非常担心呢 她是否已经在狱内呢 比如说出现了 其他方面的一些疾病 包括中招这一次的事 也包括呢 有很多人指称呢 可能她一些已经出狱的人 是曾经在中共的监狱 待过的一些 维权律师啊 或者是一些人权人士呢 大家都知道呢 就是会给你 是不是被怎么样 被怎么样 被得病啊 被怎么样等等 都可能呢 是他们会采取的一些方式 那么这也是很多人呢 非常担心的事情